靶场通常会被列为是闲雾设施 一般都会设在了距离住家比较远的地方 但是在繁华的桃源中立青浦 既然规划了一处靶场的预定地 也引起了地方强烈反弹 由于桃源市市已经有四处的靶场 再加上目前预算卡关 所以这立为鲁明哲 希望能够有转还余地 中立青浦地区这几年来大楼林立 大型商城水族馆、美术馆陆续进驻 与多年前的荒凉景象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日益繁荣的地区 竟然要设靶场 让居民相当错愕 我是真的不懂得不要说我理你了 真的还是说看能不能再用其他的 来给你们用 真的做靶场真的是不行 因为我们住附近 就是会多少会担心 靶场预定地在青浦分住所二楼 因欠缺经费 目前仍闲置中 而靶场内庄与设施估计约2000万 预算还卡在中央 立法委员鲁明哲认为 靶场属于嫌恶设施 让民众观感不佳 就怕目以沉舟 强烈表达反对立场 这边是机关用地 旁边就是油库用地 其实在全国来看是一个印象分数问题 那你在这样实际的变成一个商业中心的 这个上面设一个靶场 我就觉得我个人是不赞成 警政署长陈嘉青到场说明 未来的靶场会按照安全规范设置 并不会干扰民众生活 不过他也雨带保留 若有其他替代方案会予以考虑 严谨去涉及信念 也不要造成他们不太 太多的方便 也不会说让民众这里的居民 引起一些疑力 桃园市目前在虎头山 平镇杨梅各有一处靶场 另外在巴德还有一处距离 市区较远的靶场预定地 地方认为不需要再多一处 警政署将重新检讨 做出评估再做决定